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今天咱们家庭股价值数小涨24点而已 可是我相信今天盘面上的结构 如果投资朋友在看盘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结构已经出现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好 那我待会慢慢再跟大家解这个盘式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基本上你可以上我们的FB 搜寻这个风行操盘式 我里面也会把一些盘面上的一个 这个现象的分析 做每天上面的一个追踪 那么这是礼拜四 上礼拜四 行情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是8167点 对不对 8167点 上礼拜四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好在这边 8167点 那当时候军量在这个地方正式形成黄金交叉 是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好我跟大家谈什么 我要谈说第一个 十年线的位置在7937点 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是买点买点买点 这次如果来的话 我认为也不会是例外 可是我认为就是说 要下来的几率是有 但是并不高 因为军量已经先上来 所以基本上8167点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讲说指数的部分 它会领先去做一个止跌 那其实你可以看从这一天开始 军量正式黄金交叉开始的话 那这两天的跌幅到今天涨幅大概就在这个位置来 好 那这是 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说 多头有三天的发球 这是礼拜四嘛 礼拜五是第一天嘛 礼拜二嘛 今天礼拜 礼拜一是昨天嘛 第二天是礼拜一 然后第三天就是今天嘛 好 那结构调整的结束的时候要看主流 那520的政治风情 这个就完我跟大家谈过了 好 现在回过头来看 你会发现其实有一些股票 我这样讲好了 这个加均股以来只是还在破底 电子股呢 它的低点领先去之后见到了 领先见到了 好 这段时间 大力光 它是这样走的 好 当然你会说 大力光是股王或什么 我不管 好 我只告诉你说 包括联发科 这天利空出来的时候 打下来的时候 我跟他好像会背离 乃维超板手之转 你之前也上来了 或者说如果我跟你们讲说 从这个地方指数还会再跌 还会再破底 你去卖掉部分的电子股 基本上 你会是错的 你会是错的 好 然后大盘再指纹 对不对 好 这是来到昨天 我跟他好像说 一直注意这个均量的一个变化 好 那明天是行情的关键 明天是行情的关键 它只要符合一个条件 明天就会是大长虹 我再讲一遍 它只要符合一个条件 它明天就会是大长虹 这个条件我会写在今天的脸书里面 好 这十分重要 那昨天的行情指数的部分基本上是小跌的 好 小跌的状况的时候 很多的一个OTC的部分 它柜台指数的部分 它跌停板10加 那我跟他讲说 高价基欧股补跌 它是一个莫跌的讯号 好 那我跟说 这个跟投信有关系 好 那我们昨天跟他谈说 OTC的部分要做一两支股票 一支叫做同志 好 另外一支叫做星象 对不对 好 那同志的部分 我跟他讲说 今天的跌停板 我认为会打开 那今天当然没有跌停板 好 今天 没有跌停板了 打开 就乱跌停板打开 就是你想卖的其实是卖得掉 那今天放出了7451张的成交量 好 你们回去做做功课吧 这一天是谁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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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天是谁卖的 然后来到这个地方筹码是被谁接走的 我想告诉各位 这就是答案 好 因为你们在看每一件事情的背后 股票市场永远都是八丽啦 盛级额衰脾级太来 好 那为什么我跟他说 五百九十几块的同志 基本上他只有短线的价值 而且指标的部分已经出现背离 背离乃为超凡手之最大警讯啊 过高的同时 我的指标没有再创新高了嘛 它是一个标准的背离 所以说要做这个修正段 好 可是修正段下来之后 同志就不好嘛 倒也不是 筹码的问题 为什么同志这个地方要卖 它不是看不好 它是必须要卖 我只能告诉你它必须要卖 什么原因我就不讲 好 那么同志今天的一个跌停门打开 或者说他没有在锁住跌停 那包括星象的部分 今天仅是 恢复正常交易 早上杀下来感觉像是要补跌 也收盘收在几乎最高点 好 这就留一个长下引线 好 这个成交量放大了 这是谁买的 好 我想要告诉你们 你们要注意指标 告诉你的东西 为什么这边跌下来 为什么这边要上去 这个都跟这下面 这个东西有关系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那这两支股票都符合 它多头要的条件 那OTC就有成交量 好 OTC基金是不是成交量出来了 好 成交量出来之后 为什么我跟他讲 这两支最关键 因为他均量就会形成黄金交叉 199198 所以我的重点是什么 我的重点就是 个股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你要看的东西 而且在开始反攻的过程当中 股票它会是涨最快的 但是指数会不会有一个中长 明天哦 它要符合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早上就可以看得到的 好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 那回过头来我要回 请大家回头去想 这段时间 从这里到这里 我都一路跟你讲说 我们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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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等什么 等这个量 然后我们要等 我们要等 我们告诉你要止跌了 那后面要反扑的时候 谁是主流 那个才是重点 还有手上的个股要怎么看 我觉得这才是关键 而不是每天告诉你新的股票 每天都在告诉你什么股票涨停满 什么股票又涨停满 这样是赚不到钱的 好 高手不是只会拿一手好牌 而是要懂得把烂牌把它打好 当你遇到 我常常讲说操作事件最重要的事情 规划行情 掌握行情 跟随行情 应变行情 当你买到股票是好的 是对的时候 有些市场是不见得会同意的 尤其是量缩的过程当中 有些股价它其实是会短期失真的 你怎么去判断它 尤其是 如果你今天手上是一张两张 我的意思是说 你只要自己做 那是一张两张 看那个赚不对的时候 你就可以买了 但是背后的控盘的那个人 他可能是几百张几千张 他可不是你们看到那个股票掉下来 他就可以杀得掉的 那是批发商跟零售商的差别 那是大户跟散户之间的差别 可是你必须要知道说 掉下来的烂牌 它背后的筹码有没有改变 然后要持续追踪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分析师 不是每天就是带你去杀进杀出 换来换去 着势惊飞 不是这个样子 好 那这支股票是有通嘛 62块半的有通 这是建高点66块8的有通 然后63块一毛钱的有通 那什么都没有变 包括业绩的部分 第一季赚1块3都没有变 那这是今天的有通 好 收盘撞价破端新高了 它是买点吗 它当然不是买点 为什么 你自己看指标啊 对不对 你不要买到对的股票 在买到错的位置啊 好 那有通 它如果上来的话 它其实对安晴是好事 因为一个是赚1块3嘛 一个预估是赚1块4 当然安晴还没有公布 公布出来你就知道 它实际上的数字是什么 可是关键是什么 你看 这是跌停板69块3毛的安晴 我跟大家谈什么 好 然后我跟大家讲说 利空加上流动性 加上基本面不变 会造成短线上的价格失真嘛 流长下影线 对不对 然后昨天66块3毛钱的时候 收盘的价位是66块3毛钱 最低是65块5 破断低点是65块5 那因为收盘是破低点的嘛 收盘低点嘛 我跟大家讲说 我只考虑两件事情 第一 91块3会不会过 如果会过的话 就是要考虑什么地方买的问题啊 那再来就是65块5 是不是买点 或者考虑说 在这个价位之下 是不是买点嘛 那我昨天跟大家讲说 指标 有没有创新低 没有嘛 价格有没有创新低 有啊 我跟大家讲说 如果从这个地方上来 它是40% 基本面没有改变 但是市场气氛变了 安晴还是安晴 什么都没有变 但是我们心都变了 好 这是今天的安晴 72块钱 昨天是66块3毛钱 今天是72块 我告诉大家 什么都没有变 但是昨天跟今天 你在看的东西 截然不同 这个就是市场 当大家的心都是 都是随着这个 股价在起舞的过程当中 你是不太可能赢到钱的 好 这次安晴利空出来的时候 连续三季的业绩身在高档 第三 Q3的接单 魏敏英朗 当然 有些东西它 我这样讲好了 我昨天谈到说 投兴去卖了一些股票 它不见得是真的看坏它 那有一些股票 它如果真的 因为某一些因素 它必须把它卖掉 但是它还是要选择 低接回来的时候 它必须把它卖一下 怎么把它卖一下 就是我前面 假设说我有5000张 好 我已经卖了4000张了 剩下1000张 我就不计价的卖出 然后让散户卖出来 它变成新生多沙多 它后面才会把它接回来 这样还不够 它还会在相关的媒体讯息上面 秀出利空 那这个利空 它通常不是数字 它通常都是预期 就是我讲的 它不是数字 就是它会给你一个看法 比如说 我未来第二季看保守 我未来第三季看保守 对不对 那后面再来修正就好了 它为的是什么 股票市场的显乐 其实远远超过你的想象 如果黄黄中日 每天都在买卖之间做选择 是不是一天做错 就没有大赚的机会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继续 再讲 请用运翻出 吹记听 请用记听没分之 没分之 不好 运达头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叫小鹤 子骨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曲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叫小鹤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了就不要等 要等了就不要买 这就叫 六小鹤 02-2781-0909 2781-0909 六小鹤老师 风行操盘室有脸书咯 标普勤马 新闻破敌 竞技术实战 老虎抱抱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立即让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室 运达头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叫小鹤 子骨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曲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叫小鹤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了就不要等 要等了就不要买 这就叫叫小鹤 02-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草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这片刻的迷惊 Choose your online 鹅排七米床 小鹅排七米废 小鹅排七米废 其实行情在低迷状况的时候通常会伴随无量 那无量的情况下有些人跳楼大拍卖啊 那股价短期之间就会失增 我举一支股票做例子 这是811次的振华店 那我谈这个代表的是未来工业用电脑要向上的比价空间 好 这边这样掉下来 这从166掉到157块 好 这时间大概是早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真的要把你们洗出来太容易了 9点开盘164块 一张一张两张三张 一张一张五张两张两张 然后再来 你可以看得到吗 这个卖单都很小 但轻轻松松就可以把它打到156块钱 就这样 我算过了啦 大概30张而已 30张到40张之间也大概六七百万 就让一家股票掉下来了 那如果你看到这个掉下来急杀的时候赶快去砍 收盘好像又不怎么样 今天很多的股票是出现这个状况喔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有说没量的情况下 没量的情况下小量做到大量 低价做到高价 那你这个地方就是要等 等他杀下来的时候去接 杀下来很恐慌 但是去接是会赚到钱的 反而急辣的时候去买 这个地方未必 好 这是茂轮285 367到397 昨天的茂轮是大涨的 对不对 可是大涨之前的茂轮我怎么跟你们讲 它是大跌的啊 我怎么告诉你们 那你们后面公布出来的营收出来是很好的 成长192% 昨天拿到41块4 我跟他说I don't care 我并不在意他今天在41块4 还在40块以下 我在意的是他第一季的财报 关心的重点 他浪力浪了多少 涨上去反映财报 跌下来你们解读去立东书境 看起来 在我看起来都是 都是看图说故事 如果一支股票它波段大涨 Maybe 可能要让你赚三成 我讲是赚三成 我不是低点到高点三成 或者是要赚五成 甚至要赚一倍 它需要时间 它绝对都需要时间 那这一段时间 Maybe 可能是三个月的时间 五个月的时间 八个月的时间 有的股票涨三倍 它基本上要八个月的时间 它一定会有跌停 它一定会有重挫 它一定会有利空 它一定会有大盘不好的时候 但是你怎么样去度过 这个考验的三颗心 不是吗 长的时候很开心 叠的时候很难过 长的时候吃牛排 叠的时候吃泡面 这样都不对 这样都不对 所以你要懂得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要尝试别人不敢做的 为了自己勇敢改变站出来 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我们真的不是超胖 今天204块钱 好 192块的时候 指标告诉你什么 我翻译什么给你听 这是代亮藏黑最低点 满满利空最低点 192块 我今天不要讲你买192块 叫你们买这边真的是太为难你们 你如果杀在192块 你今天到204块 那12块 两天的时间 10点就11万了 不是吗 好 我这次没有带你们做联发科 因为我说过 比联发科标的股票太多了 可是它是一个指标股啊 对不对 上一次做联发科的时候 不是一样的讯号吗 对不对 一样的讯号吗 拉上来的时候 当然这个我没有更新 后面这是到240块 我跟你讲出卖点 好 很多人就会事后讲故事 如果重来一次 我一定会这样做 那未必哦 那未必哦 我想问大家 联发科192块的时候 你新的想法是什么 如果你是想买联发科的人 或者是你持有联发科的人 你当初是 你的心来想买是什么 好 这个你自己去判断 因为我讲过 要看图说过是太容易了 可是要真的看到 未来翻译给大家听 它需要的是什么 十足的勇气跟信心 想要哪个名字叫小赫 因为我喜欢讲在前面 因为散户需要灯塔 渔船需要方向 但是该怎么做 你面对的现实是什么 你来股票市场 你想要的是什么 如果永远都只是看 如果永远都只是想 永远都不舍得去改变 真正做股票 一世人的路在 人们要你欢喜 股票就揉起来 揉起来 人们要你烦恼 股票就摘下去 甚至是跌停板 但是 股票跌停的背后 它代表的是什么 股票掌停的背后 它就一定代表 为什么股票掌停板 你会特别开心 因为你对未来会有期待 会有无限想象的空间 对不对 那为什么跌停板的时候 你会难过 因为你对未来 也会有无限想象的恐惧 说穿了 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不是吗 所以操作 就像一个修行一样 无我不动心 什么都没有变 但是我们心里 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就是因为变来变去 操作才会这样 没有定性 今天买这个 明天买那个 后天干掉这个 换另外一个 你变来变去 我说过一次千分之六 十次百分之六 一百次百分之六十 一百次一百万的交易成本 就要六十万 你要怎么赚钱 不是吗 所以为什么 我在跟你谈的股票 我在追踪的股票 他会维持一段时间 维持这段时间 因为我对他的基本面 我对他的筹码面 我对他的技术面 都有一定程度的把握 我大概知道 怎么去规划他 怎么去跟随他 怎么去操作他 怎么去应变他 行情好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什么价格可以买 行情不好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什么价位可以接 行情如果真的要卖的时候 行情好的时候 设定的价位大概是在哪里 如果行情是不好 要获利了解的时候 那要怎么去 怎么去买 这个都是很细腻的东西 绝对不是细的 我买两个例子 好 这一支股票 昨天营收公布 这个你看一月份开始 因为第一次做130到190 昨天公布营收的数字 它YY成长73% 那相较于三月份是衰退5% 昨天出来的数字是14百万千万亿 1.43亿 好 1.43亿来讲的话是 三月份因为是历史新高 所以它还是攀在高峰 它稍微做出一个衰退 可是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是 它什么时候进入旺季 那个订单的数量才会翻 那这个时间点什么时候出来 股价什么时候去做反应 我关心的是这个东西 好 这是OLE相关的讯息 基本上我都在跟你们谈 其实你们把这几个新闻把它记起来 因为未来它涨上来的时候 老酒 装新品 就是说同样的东西 其实这个市场是这样的 就是利多跟利空 至今一百七十几块的时候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六 背离短线上的买点 到一百七十四 一百七十二 我都有跟你们讲 就是说 它的 它未来的风险是什么 对不对 掉下来的时候 我告诉你利用 因为我认为买那个地方会赚钱啊 可是涨上就是我跟你谈风险 因为我认为买那地方不会赚啊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为什么一百三十块买至今 一百八十八卖掉 我跟你们讲说 那个高点会过 最高来到一百九十九 可是买一百九十九的人 买一百九十块的人 他不会赚钱 修正回来 我都在跟你们讲 同样的一支股票 可是不同的价位 我选择告诉你们 其他的事情 因为我目的希望 你不要受伤 对不对 那现在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 它什么时候要开始涨 因为最近FiveB的股价 在往下修正 往下修正 它当然会压抑 可是它都还在 这个合理的区间范围 所以其实 四月份公布的营收 剩下73% 它很合理 但是最关键最关键 是接下来什么时候的营收 它会往上跳 我这样说好了 一家公司 它过去的营收 都在1.4 1.3 1.5 是高峰的话 如果假设 因为它现在的产能 是满载的状况 扩产出来之后 良率 这个当然扩产 跟良率之间的一个时程 这个部分是商业机密 这个我不便多谈 事实上 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太多 那这个东西 扩产的一个时程 如果是提前的话 那个接的订单 消化的时间 会减少 那减少的话 它营收 爆增的数字 就会出来 那你只要知道 那个产能是多少 然后它接的是 什么样高阶 还是低阶的订单 那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什么时候营收 都会冲出来 那你大概就知道 什么价位以下 去买它是很安全的 好 今天早上 来到136块之后收缴 为什么 这里是一个 这里是一个下降器型 下降器型的末端 它会快速拉升到起跌点 那起跌点在哪里 起跌点是前波高点 那什么时候会收敛 什么时候是收敛的末端 你真的知道吗 还是四肝买两个字 今天我不知道 你这个地方做什么动作 但是我有告诉我会员 要做什么动作 今天收盘收这里 我们后面绝对可以来 收看验证 这些股票的波段 我要讲的 我要验证的是波段 我不是要验证说 我今天买了赚10% 今天买了赚5% 今天买了赚3% 不是 我后面验证的是一个波段 那我说过 要时间 所以我们不断在做追踪 我们可以不急不许的 去享受波段获利 因为你知道后面 会有什么样的剧本跟故事 你可以超越市场 享受操作的乐趣 你可以拥有技术分析 成为真正的操盘高手 你可以历经多工学 能够全身而退 我觉得操作 有些时候 很多的投资本 其实容易受心情上面的影响 做出错误的决定 其实很可惜 有些时候买到对的 股票却赚不到钱 差在哪里 不是四个号码两个字 有些时候不是价位 有些时候是这三颗星 所以真的有决心 有信心 有诚心 不要够真的 也要人家 电话拨通 就对了 但是 荣誠 非将在 不叫 胡马 杜英山 散会的真之声 化容点睛 感谢你收看 欢迎加入 电话拨通 采运 恒通 再会 拜拜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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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用御分析 吹记贴 请用记贴五分析 五分析 不好 刘晓赫老师 风行操盘室有脸书 标普勤拿 新闻破题 进出实战 考古报报 都在这里一次满足 立即上FB加入 搜寻风行操盘室 运达头顾 钟老师 写真实的行情 说真实的绩效 才叫刘晓赫 持股三档内 进出纪律化 奉手曲线密码 顺天而行 才叫刘晓赫 操作要求效率 要买了就不要等 要等了就不要买 这就叫 刘晓赫 02-2781-0909 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头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台北市有线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线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旅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线电视 08-09-096-111 早鸟生办更多优惠哦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筒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1000元 体验轰天了一个月 就算轰动时长操盘秘籍 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 这次只要1000元哦 请播02-2365-325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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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